看见了吗 故宫的金顶 全京城最顶级的配套资源 全在我脚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洋房姐姐 今儿啊 咱先不看房子 先带你逛逛姐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呢 是在东城区的基鱼湖后 小时候啊 姐姐常在这边玩 从这儿呢 往北就是都自南大街 也就是姐姐小时候住的地方 距离这儿也就八九百米 从这儿往南呢 就是著名的东单了 小的时候 姐姐经常在东单体育馆 看男生打篮球 我的儿时机啊 也就在这几条街里 吃喝玩乐全都解决了 关键是腿着去就能到 都在十分钟之内就能搞定 逛街呢 一般就去东方广场和王府井 想买什么国际大牌 这里都能找到 现在啊 还能找到各种的豪车旗舰店 比如法拉利 劳斯莱斯 阿斯顿马丁 家里人有点不舒服的话 可以去协和医院 走过去呢 也就十分钟 北京虽然大 但是在内城的核心区域呢 就能满足我们生活所有需求 其实不光是现在 在从前啊 金鱼胡同也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区域 清朝的时候 这就是皇室亲王和众城门的居住地 因为从这儿往西走两步呢 就是东黄城门 东安门 上班啊 那真是太近了 你看那边啊 有个那家花园餐厅 那原来呢 就是清朝大学市那同住的地方 当时几乎占了胡同的四分之一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那家花园了 听老一辈人讲 当年的金鱼胡同可以说是北京最具人气的胡同了 像吉祥戏院 东安市场 东来说饭庄这些老字号都坐落在这儿 吃喝玩乐看 一条街齐了 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从古至今都属于内城核心的区域 居然开了一个新盘吗 我现在就在项目的天台上 全京城最顶级的配套资源全在我脚下 金宝街 王府井 东方广场 井山公园 这些别人的打卡地都是你生活的日常 看见了吗 故宫的金顶 从这儿到故宫的东华门只有一公里 那从这儿到二环也只有1.7公里 如果单从距离上来说 这可以算是北京的一环里了 欣赏完天台的美景 咱们下楼看看 项目的前身是丽院公寓 是北京最早一批的涉外公寓 所以它自有2000平的高端会所 升级改造之后 还会和顶级会所长运俱乐部联合运营 品质服务那自然没得说 里面还有一个泳池 喜欢游泳的朋友那有福气了 五星级酒店式的物业服务也是国际一流水平 24小时都有管家服务 半夜饿了也能送餐到房间里 如果你不想去隔壁的华尔道夫喝下午茶 那穿着拖鞋到楼下的会所点一杯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 项目都是精装交付 像这种外置阳台在全北京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尤其是东城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更是稀缺 尤其像是口罩时期居家隔离不能外出 那有一个阳台可以呼吸口新鲜空气不是挺好的吗 楼下呢就是校尾胡同小学可以直升166中学 如果孩子在这里上学 早上冲一杯咖啡看着寒假走进学校轻松实现 目送式上学 主卧和次卧都各有一个外置阳台 三面宽的设计充分保证了每个房间的采光和通风 舒适感满分 随着北京明确东西两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 那二环内已经是明确禁止在新增住宅工地了 所以想要入住内长核心区享受一环生活 那这里是最后的门票了 无论是俯瞰故宫的核心区位 还是周边的超级配套 这些都是无法复制的 如果你想和故宫为零 与王国景为伴 还想享受新房的居住品质 立元太和值得关注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